穷算命赴烧香 这个是很多人都常听见的一句话 总是会看到 富人就是拼命烧香保佑 他的家族事业能够延续下去 穷人则是一直找算命 看看什么时候会有机会一举翻身 周先生你好 然而各位 其实我会跟各位讲 你穷不要只是算命 穷要努力 我发现到 最近来找我的人 他们一问到老师算命多少 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说他就突然 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我经济不稳定 等我稳定之后再来找你 我当然不急 甚至还有人 要跟我学八字 结果他付不出学费 他用求的 他说老师 我现在陷入了很大的危机 假如你肯教我的话 我会把你当做我的再生父母 感谢你的 这对我来讲 都是屁话 陈建民你好 这种东西对我来讲都是屁话 你为什么会落到这个样子 你要知道原因 而不是只是想要靠算命 算命能帮助你什么 所以我常常讲 穷就努力点 穷不要只是算命 穷要努力 而且还要努力对的方向 不要每次都努力错的方向 那等同是白努力 所以各位 在最近让我就是很感慨 每个人都想要透过算命 知道自己会不会大富大贵 但是各位 自己却不去努力 要如何让自己大富大贵 只是想要有钱的那种感觉 他只是想要有钱的那种感觉 当中的那一种努力 他不要 那种努力他不要 因为努力太辛苦了 其实大家你们都会有这种情况 就很像到我以前在看NBA篮球 哇 Jordan好厉害 我也要跟他一样 问题 Jordan每天练球 他是多辛苦的 你要跟他一样 你只是想要出风头的样子而已 可是他背后付出的努力 你根本就不想要 那你要怎么凭着幻想 让你成功 不可能的是 人因梦想而伟大 因为没有行动力而变烂 你了不了解 所以 每次往往一讲到这一种东西 很多人就原形毕露了 真的 一讲到这种东西就原形毕露 因为他不想做任何改变 而要有不一样的情况 各位 你知道吗 爱因斯坦他就曾经说过 你不要想要有任何改变 然后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那个就叫做什么 奇迹 那叫奇迹 你什么都不想改变 你就只想要靠现在 你这样的生活 然后你就突然想要大翻身 有这么好的话 你去看那些游民就好了 对不对 每天就在火车站那边 地下道里面睡觉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 看他有没有 有一天他会翻身 玉岳想想你好 看会不会翻身 你都觉得他不可能翻身了 你跟他做一样的事 你会翻身吗 会 从左边翻到右边而已 还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人他们会犯的一个错误 总认为八字 算一个八字 然后这个八字 就会给你什么样的情况 八字不会给你讲什么样的情况 八字给你机会而已 给你机会 你要不要去动手掌握 了不了解 你要不要动手掌握 就这样子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那些 赚钱的特别的技术 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这种情况 那我 要如何比在普通人当中比一般人更好 各位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们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因为相同八字 为什么不同命 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条件 不一样 所以就算相同八字 还是不一样的情况 然而你的条件越好 然后能力越高 你能够发挥出来的这个运势 就越可怕 就越厉害 所以各位 这个才是 我一直要跟你们讲的 我们天生当不了富人 没有关系 但是 我们如何从一般能够再往上爬 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而这个努力不是靠八字 八字已经跟你很明白的讲 就算相同八字 都是不一样的命 所以八字不决定你什么 所以他不是靠八字 而是八字后面代表的意义 八字给你机会 八字给你方向 你要怎么做 这个才是 不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的点 而不是算了一个八字以后 嘿嘿嘿嘿 我是皇帝命 嘿嘿嘿 我是宰相命 我好惨喔 我客妻命 不是这种东西啦 了不了解 不是这种东西啦 KB你好 就很像之前 就有一个客人来 就很臭屁 有一个网友他来 很臭屁 老师帮我算八字 我没有被帮人家算 我的八字很特殊喔 八字很特殊 他就把八字打散了 就是普通人八字 什么普通人八字 这是皇帝命 你说皇帝个屁啦 你妈连3600你都嫌贵了 还皇帝命 皇帝个鸟蛋 各位 皇帝命还会在网路上 皇帝命 怎样 就不用工作 想太多了 了不了解 都是一样的状况 都是一样 你没有工作 你没有收入 你就是会饿死 你不要跟我讲你什么命 网路让你 让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变皇帝啰 那是在网路 但是现实生活中 你要不要吃 要不要喝 你要不要碰到人 这些才是现实 网路上的成就 不见得是真的 你要如何转化为现实 那才是真的 你不要解 所以一直要跟各位强调 不要迷信八字 认为八字 就注定了你什么东西 他是古人的观念 古人认为八字决定了一个人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证据都跟你证明说 相同八字就不同命 那哪有什么决定的 什么你八字的命 没有 所以你为什么还在很积极盈盈的知道你是什么命 你应该是要好好的努力 帮自己的能力不断的提升 这样子 你的八字总是会给你机会吧 给你机会了 你能够发挥的出来 就往上 给你机会了 发挥不出来 就平平淡淡的 这就是决定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各位 你要去清楚的知道这一些 尤其你还是在正处于 打拼阶段的 30到50 这一个阶段的 你更是要去了解这个东西 那你在这一个 还在打拼阶段的时候 可以更加分 你假如是已经是退休的 在看人生的 养老的 你可以把这一些东西 告诉你的晚辈 让他们不要去走冤网路 各位 这个就是学命理 一个重要的点 他并不是让你变的宿命 他是要让你能够掌握你自己的命 否则相同八字 相同命 表示没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命 你还努力干嘛 你还努力干嘛 对不对 什么叫共产 大家都一样 你做的多也不会得的多 所以大家就不想努力了 含量就很低 了不了解 就像这种情况 OK 你好 但是不是 现在是 你可以赚到更多 这些都是你的 你当然就要努力的去做 了不了解 所以观念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